湘智哥我想问一下 因为现在俄罗斯先出这张底牌之后 那我们就不禁有很多阴谋论 因为刚刚陈如我们刚上小时讨论的 因为你有太多不清楚之处 所以美方在这期间一直不愿意太大动作 对这场俄乌之战表态 美方到底知不知道俄罗斯对他这一块 其实有掌握到 其实当然还是有的 当然其实我是这样子 当然美国着重的那个点是不太一样的 其实在有关于整个俄罗斯 乌克兰的这场战争当中 我想其实在国际间的观察点的角度很多 我自己主要观察点 其实当然还是刚刚在讲 主要是美国本身在这一场 乌克兰战争当中 它总体的所谓美国利益本身为中心 它的利益是怎么在布局 当然其实我特别着重的 包括我自己在脸书上大量写的评论 其实主要还是它的经济制裁 因为其实我们在画面上看到的 在新闻每天看到的这些战事的竞争 这边又南部推进 那边又东部推进 然后这当中也有很多的让我们情感上 很风盛很风就是很波动的 包括一些非常可怜 也有一些很荒谬或是也有有趣的 比如说俄军上门去敲门讨犯 就我们在战事里头是看到的 一般看到的是政治层面 可是你真的要看美国的角色 真正厉害的是 因为他终究没有派兵到乌克兰的战争上 所以你看到他有好多动作 其实都是无论是透过乌克兰本身在拉扯 或者是说在透过这个乌克兰本身 直接在对抗着俄罗斯 或者像先前战机的事情是操纵的波兰 试着企图通过波兰的武力在中 所以基本上在整场战争当中 我们真正要看美俄之间的部分 其实美国基本上始终在战场上 他一直是赢武者 他供应金钱 他供应包括武器 他包括供应各式各样 其他的周边一些资源 或者一些支援 可是呢真正美国真的出手最严重 最厉害的其实还是经济制裁 当然在一般政治评论里头比较少谈 他的有关于经济制裁 可是我们在这一波看到的 我相信包括在中国大陆 在我们在 因为我们现在看乌克兰战争 大家一直在讨论的 不是不尽然是从正义的角度 都是从联想到台海危机 也就是台海危机 当然台海危机的发动者 大家我想全世界都没有认为 台海危机的发动者 是台湾会发动台海危机 或美国会发动台海危机 就是中国大陆会发动 那么中国大陆发动之后呢 台湾的回应之外的话 美国怎么基于他们自己本身 所谓的美国利益之下 他会做些什么 是这一次大家全部都在 后果乌克兰在看 而我自己刚刚讲了半天 最多的就是 美国这次让大家真正在看的是 他不费一兵一足的 隔空在做营物者 还是达到了一些作用 但是他真正厉害的 还是他的经济制裁 那在经济制裁的讨论当中 当然一般包括观众朋友当中 在政治面的部分的 政论节目里头是不太多谈 因为他的方面其实 方向其实非常多 但是我们总体来看 他其实确实美国在这里头 确实是一方面 我们可以看到他跟过去不同 对于伊朗或北韩当中 经济制裁打的一个部分 他也很厉害 可是他有一招一招 所以像我们过去一直都在观察 包括刚刚讲 美国整个的国际战略的经济战 这块很独特的部分 当时一说推出会到Swift 就是我们讲的金融交易平台 他把所有俄罗斯当中美元要汇款的 所有一切 你的所有的商品交易 金融交易 所有全部都不能做了的 这个部分 大家都觉得哇 你已经推出一个 也算是小核弹等级的经济制裁 但没有想到其实后面还有更多 一波又一波 那么包括我们想在上个礼拜的比较大 对全世界认为在所谓经济制裁比较大的 一个部分当然是他的能源禁运 那有关能源禁运的时候 他已经觉得哇这已经是俄罗斯的命根子了 要知道能源包括石油这些 当然现在我们知道是 包括欧盟很多国家跟日本是不跟进的 但要知道如果他们当时跟进的部分是多恐怖 因为俄罗斯的部分 整个政府或国家三分之一的收入 都是靠能源 也就是说美国一波一波的经济战 是以我们长期在观察 美国用经济制裁来说 哇你看到这个部分 是比乌克兰战争上面是更惊悚跟更厉害的 而且在有关于能源的禁运之后 想说应该没招了吧 还是继续有招 因为今年Swift的部分的 这个所谓美元交易平台的部分 他早先只是限制 部分限制他没有全面逐出 所以他还可以更 然后现在最新的部分你看到 他现在取消所谓的俄罗斯的最惠国待遇 那么最惠国待遇听起来没有什么 但他意思其实就是俄罗斯所有商品的关税 他全部都要提高 所以讲到美国其实真的在有关于 在打一场要制对方与死地的这个经济战当中 比他的在战场上的部分要厉害 我们先前以为他已经到顶了 因为先我们讲Swift这件事情 它是包括对北韩 包括对于伊朗都是用 而且用到这个地方他们大概两个地方已经都已经快要挂了 都要透过中国大陆这个地方绕来绕去 就没想到他一招又一招 那么现在取消关税 然后我在上个礼拜我自己特别在意的部分就是说 包括所谓标普 包括惠玉以及包括穆迪 在应该全世界三大的信用评比 把整个俄罗斯的部分的国债的部分资产压到C级 这个部分的概念基本上已经把所有俄罗斯的国债 包括卢布都已经判死刑 基本上这个要知道过去欧债维基的时候 也不过就是标普把A调到BBB减 人家调到B欧债市场就爆发了 你知道那几个国家希腊葡萄都快要死掉了 那么对于俄罗斯这个部分当中 你说标普他们真正是一个很客观的公司吗 没有都知道啊 标普背后其实都是犹太人 他们基本上都是跟美国利益挂在一起的 所以这里头也有一些我正在讲的是 美国政府出手用经济战去掐死俄罗斯这件事情 有很多周边的里应外合 那么包括现在包括美国的企业 你说这个东西当然 你说是从人道的角度吗 你说麦当劳啊 包括苹果这些都撤了这些事吗 那么还是说这里头 因为很多背后的他们的owner 他们的部分的股东 因为都是犹太人 都是在美国金融或者是美国政府当面 政商有非常多牵连的这些角色 所以其实我想这里头有关乌克兰在战场上的战争 有很多政治层面跟军事层面的讨论 在这里头我特别跟各位分享的部分就是说 我们真的在国际上或国际上真的在看 包括在台湾的观众朋友 乌克兰战争对我们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当然是台股的波动嘛 所以这里头大家其实被他真正影响到的 确实要从经济跟产业这块 当然这块当中不太是政治评论当中会左眼的角度 只是这里他的严重性 跟我要讲说我们从美国对付俄罗斯 未来如果他在战争当中 美国怎么对付中国 我们这次真正看到他的这个经济金融战 一波一波一波 真正是蛮厉害的 那么俄罗斯如果没有 中国现在挺了他的情形之下 应该早就挂了 我想要特别念一下我们网友评论 因为网友刚刚看到新面孔他就很兴奋 这个Troy F他说 他觉得我们的新的评论袁世安长得很像500 那希望等一下你可以来一首断了断了就断了 好了那我们也看到这个 呃谭嘉惠说维员和江主席讲的真相 都是帅哥 好感谢我们的网友 是帅哥就好 是帅哥就好 对对对是是是 怎么样江主席不是帅哥是不是 不是我说都是帅哥就好 都帅哥吗 不要挖洞 都是 维员我想先问一下 因为这一次刚提到说 很多国家我不知道他们到底知不知道 美方在你这边进行的这个生物研究 甚至是生化武器的可能性 不禁让我想到前两天你还记得吧 美国是叫台湾干嘛 赶快盖第二座的预警雷达 对 那这个预警雷达 之前在新竹也有一座嘛 他花了很多钱 而且每年要花多少钱去做维护 结果现在他这些资料都是输出到美方 我们自己甚至没有办法掌握 所以有没有可能我们台美关系友好到最后 也有可能有这样的实验室在台湾出现 我觉得当然 首先这个实验室 这个其实美国是有承认说 在乌克兰的确有设立相关的所谓的生物的实验室 那至于这样实验室到底有没有包含所谓的生化武器 或一些病毒的培养 老实说现在目前是各说各话 但其实回到美国人立场 他的确在很多世界各国不同地方 都有放置他一些相关所谓合作的组织和单位 就以台湾这个热山的雷达战来说好 看起来是所谓的这个台美合作嘛 然后其实民进党的人士一直不断的告诉大家说 美国很棒耶 他制作我们很多的这个军备的武器包含这个军事的雷达 可以监测所谓对岸的一个一举一动这样子 但问题是大家知道吗 当你盖好这个雷达战之后 我们每天每年要花这个数亿的美金去 去这个维护它的这个设备维修的时候 当我们今天真的要去看它所谓数据 跟它的一些数据分布的时候 大家知道我们是没有权利直接看的耶 我们必须去上个千层 问我们的美国爸爸说 我们想要看那个雷达监测数据的结果是什么东西 你可不可以让我们看 好这其实很多包含其实在讲到这个雷达战的时候 包含现在讨论的第二个雷达战的设立 也是一样状况啊 很多的东西都被控制在美国的手上 包含很多所谓的无线传输或GP的定位 等等一些科技的资讯的东西 其实美国他们有个说法跟大家讲 美国他是说好 第一个他不相信台湾 但他不相信台湾他的意思是说 很担心两岸如果今天发生战争之后 那如果关键的数据跟关键的技术 如果不小心被对岸拿走怎么办 所以美国不给我们这样关键的数据 所以很多时候 包含我们过去讨论到爱国只能飞带这GPS定位等等东西 其实呢今天美国他不给你GPS定位的这个系统的话 他不让你去发射的话 其实你是没办法主动去发射这个事情的 所以很多关键的技术都掌握在美国人的身上 那我们就要问大家说 我们今天花了这么多钱花了这么多精力 我们值得吗 我们真的是需要去做这件事情吗 难道我们真的要把所有的关键技术 都掌握在另外一个国家手中吗 当然或许有人会说没关系啊 美国跟我们之间其实很友好 也像台美是史上最友好的时候 但大家也不要去忘记乌克兰这次的事情啊 其实西方国家的 应该不要说西方国家 每一个国家的核心利益 他说变就变啊 他不断会针对他国家利益去做不同的调整 所以其实我们真的要这么去相信美国老大哥吗 我是建议啦 友好是友好 亲近是亲近 但是不要过分的相信啊 我们还是要维持一定的自主性啊 最后再讲一下刚刚那个乌尔战争 老师说现在这个每天都有新的战况发生嘛 大家都知道现在整个俄罗斯看起来好像已经 已经进军到乌克兰里面 然后很多人都说接下来什么时候停止嘛 现在其实俄罗斯他的整个战略是有逻辑的 包含我们前几天一直在讲说 乌克兰北部他不断的现在白俄罗斯参战了 然后会靠近基辅的时候 包含乌东地区已经掌握到大部分的这个独立的地区 然后包含他所谓政权独立地区 乌克兰南部可能整个刚后也差不多占领也差不多了 这时候大家发现俄罗斯有两个东西 一个是白俄罗斯参战 白俄罗斯参战我觉得是把兵力放在基辅附近 让基辅有更大的压力 但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讲的叙利亚的佣兵 一万四千名 大家知道为什么要叙利亚吗 今天叙利亚不是说叙利亚什么恐怖主义干嘛 什么佣兵然后他们赞助很强 所以雇佣他们 因为我们现在已经讨论到所谓的城镇战的部分 基辅包含其他主要大城市都要城镇战 那叙利亚有用处是什么 叙利亚他不断的发生战争 不断发生城市的战争 所以老师叙利亚出来的这个军人包含的佣兵 他对于城镇战非常非常的了解 大家试想 回去想一下电影 每次有一个城镇战的时候 街道空无一人 你今天是没办法走在街上 因为走在街上很有可能随时就有一个狙击手 或随时就有一个枪 是穿你射过来 所以城镇战是非常高压的一个战争的行动 如果今天他邀请叙利亚过来的话 叙利亚傭兵他其实对城镇战是非常非常熟悦的 代表说今天叙利亚傭兵进入这个战场的时候 已经代表说俄罗斯号他基本上要针对这战场进行收尾 针对基辅或其他大城市可能展开 比较完整的攻击跟控制的 而不是单纯的过去只是在外面包围 所以我觉得的确按照目前的这个战争的现况来说 慢慢慢慢已经进入所谓中断了 那很多人会说 其实这个好像看起来俄罗斯一开始说要攻击很快两个 48小时之内 或者是3月几号之内就要把这个战争打完 老实说我们现在面对是一个很快速的一个讯息化的时代 过去我们以过去的所谓这个 英国他在那个阿根廷的战争的时候 其实我们以前看战争的时候我们是等报纸还要传讯息回来 打电报回来 其实过两三天才看到当时的战争讯息 到第一次不安战争之后 CNN进入那不安战争之后第一次的直播转播还是新闻媒体 到现在我们不需要靠新闻媒体了 每个人手机拿起来就是各种转播 所以我们讯息压制非常非常的紧缩扭曲的情况之下 每个讯息变得特别快 所以大家没耐心大家觉得说 战争怎么打这么久 历史上所有的战争其实都打蛮久 包含第一次不安战争都打了40天 我们现在还打不到20天 所以大家不要那么没耐心说 俄罗斯很弱啊打不下来 其实他们战争有一步一步持续的 最后讲一下 俄罗斯已经把乌克兰西部的一个 卢刺客已经开始进行轰炸了 为什么要进行轰炸 乌克兰西部过基佛为什么轰炸 他主要目的是要去切断 所谓波兰或西方国家 从波兰进入乌克兰的一个补给线 他要告诉乌克兰跟西方国家说 你这条补给线我拥有制空的优势 我可以把你的补给线切断 不要随意的把补给的武器跟粮食运进来 我随时都可以把你切断 切断补给线用意就是要去孤立乌克兰 孤立所谓基佛的这样一个资源跟能源的配置跟战略 让乌克兰变得更孤立无援 然后尽速的把这场战争结束 立刻订阅中天电视 支持监督的力量在中天 中天新闻不会消失 只会更强大